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知道这个逻辑还是仙侠剧的一个逻辑 就是他其实那场戏我去救你的时候不脸有伤吗 是不是因为脸上有伤 然后感觉敷了个面膜能把伤敷好 那咱们只能 但是那两个面膜真的很搞笑 那两面膜是 然后我还觉得就是那个 你的龙角真的太可爱了 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特效做出来这样的 竟然像两根葱 而且我没有想到那个葱家画 就是他会慢慢慢慢变得就越来越比真 是 不是他有一个细节特别好玩 就是当你睡着的时候 然后我这样去看你十海的时候 那个龙角变害羞了 还有这样的细节我没有看到 变害羞了 就是他从绿色变成了 好像是那种粉色棕色那种颜色 那个十六级的 十六级的那个 那个那个 预告嘛 我看到了呀 但其实我觉得 就是天药那么做 其实是有原因的 就是大家可以去 就是看一看 并不是说就是单纯的 就是要非要拿走护心灵 对 就是在现场拍上戏的时候 其实也是特别心塞 就是我承认就是 肯定是天药是做错了这件事情 还没有播你就开始承认了 你在干什么 不是不是 不是他已经那个预告 已经有那个片段了 这个心扎在了你身上 也扎在了观众身上 也扎在我身上 我确实他 你想原谅你吗 还来得及吗 十六级的宴会是不会的 那现在呢 咱俩不 现在可以 现在已经就是 后期的宴会了 虽然 所以说 其实我不太想给他辩解啊 但是 但是 嗯 错了就是错了 但这一件呢 其实他是有一点 他那时候 其实有点应激反应 因为他原来 带着这个 带着之前 上一世的债 来到了龙谷 然后他想救赎自己 然后他也发现 这些小精灵们 那么可爱 然后呢 他 好不容易 那个时候 他也是对宴会 当然是达到一个顶点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他刚想重拾 自己之前的那种 最美好的善意 就在这个时候 然后 就是 过去的那些事情 又重蹈覆辙一遍 就这件事情 咱俩都不剧透 但是确实可以发个誓 就是 剧情有交代 就是 天耀 对于宴会的情感 从始至终 都是非常非常 真挚 非常非常真挚的 就是他从来没有动过心 他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动过别的心 对 然后都是从始至终的 对 然后呢 他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其实 他也给了宴会 最强大的保护 就是这个 最强大的保护 但是具体是什么 就咱俩先不透露 但是事实确实是 他已经做到了 能做的 给宴会的保护 然后才 这个的 先这个的 然后才这个的 好 谢谢我们天耀老师的 忏悔 谢谢你 我原谅你了 哦 来了 我这来吧 我听见来吧 而我 很热的 被呵护的偏手 却有的心 就 我 来 要 我想着 你 画里面的奶 哦 六万六 听过的每句话 都更可靠 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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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些多余的画面 全被跳过 你的眼中只有我 哦 哦 我轻轻地唱一口 你说的爱我 还在会为 你给我的温柔 我轻轻地唱一口 这小梦的诱惑 我喜欢的样子 你都有 来 啊 哦 快快快快快快快 会微笑的糖果 我轻轻地唱一口 虽然分量不多 却将你的爱 完全洗手 好吧 好 完成任务 哦 您 叮